2月24日以来,美国空军内部拉斯加州奥夫特空军基地的2C-135V和2C-135W卯丁侦察机连续在加勒比海岩驻委内瑞拉领海执行8小时以上的侦察监视任务。 最近一次侦察行动,从26日凌晨,一直持续到中午。63-9792号,2C-135V侦察机,驻地内部拉斯加州奥夫特空军基地,2C-135VW卯丁侦察机,是2C-135家族中最重要两个改型。 实际上这两个改型,并没有太大区别,只是命名不同而已。 RC-135VW目前仅装备美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。 其中,美国空军共计装备17架,永久驻地位内部拉斯加州奥夫特空军基地。 由美国空军第55资讯,连队第38侦察中队运营。 RC-135VW经常部署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,基本上是全球部署。 哪里有任务就部署在哪里。 东亚、东欧是2C-135VW近户固定的前沿部署地。 机号为62-4130的2C-135W侦察机,24日在委内瑞拉沿海徘徊。 2C-135VW锚钉侦察机,由2C-135M侦察机改进而来。 装备有自动电子辐射源定位系统,和多通信辐射源定位系统。 侦察方式以电子侦察为主。 侦察目标小到手机,大到雷达。 总之一切能够发出电子信号的目标,都难逃2C-135VW的洒眼。 除此之外,2C-135VW装备的网路中心,协同目标瞄准系统,还能实时定位信号源位置。 无论是信号源是固定的还是移动的。 就好比电影速度与机型器中的天眼系统。 功能虽然没有天眼那么强大,但在小范围内2C-135VW就相当于一个天眼,能够对目标进行持续监视。 监听,破译其通话机组成员中有语言学家、邮件。 进而掌握其行踪。 就眼下的形势而言,目前,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,以及委内瑞拉军方高层的通讯,应该已全部处于美军的掌握之中。 机号为63-9792的2C-135V侦察机,26日在委内瑞拉沿海徘徊。 在过去30年中,美军参与的所有重大军事行动,2C-135VW博丁侦察机都有参与。 身团率为100%。 1986年美国空袭利比亚的黄金峡谷行动,2C-135VW博丁,提供了前期情报支援。 1989年,美国入侵巴拿马。 博丁继续为美军决策提供情报。 1990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沙漠盾牌行动,及其后续沙漠风暴、沙漠军刀、沙漠之湖、持久自由、自由伊拉克等行动。 在到2015年启动的打击IF武装的内在决心行动,都有2C-135VW机队,在背后默默做情报支援。 时至今日,在波罗的海、黑海等前沿地区, RC-135VW都是最为活热的机型之一,为美军决策持续输送情报。 ész雨花在聊天沿地区。